繼續來看是發生在江二池 在日前有一堆白痴 他們關鍵要出門 不記得說公告台電因為時間要來暫時停電 各個隊停車場要來坐電推 到露營的時候 像是卡在半空檔中 不停不停 可以再可以卡電位報案 小鳳林完 關鍵廣告現場出動救完 最好用鐵推 將他們順利來救出來 上兩天到一個機械停車場 一堆烏路卡在半空中 不停不停 小鳳林完先趕快拿樓推幫他們脫睡 最小看著女子被上樓推時 又不斷發出驚慌的聲音 因為小鳳林完不斷鼓勵 最好再將它跑出來 成功脫睡 但是怎麼卡在海神降推裡面 原來是台電帶到公告要時間停電 但爸爸趕快在女子上課 不記得停電的事情 才卡在半空中 到現場的時候發現 升降機因為停電 卡在半空中 由於對婦女受困於升降機中 我們立即架梯 將協助她脫困 並安撫其情緒 在此呼籲民眾應該要注意 市府還有事業單位的一些公告 例如停電、停水 以免造成自己的危險 包括在小鳳林完接著通報只要 馬上廣告現場 小鳳叫他提醒 如果停電 千萬不能使用機械 新降推 以免發生意外 請客人喝釦水 歡迎出現 請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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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